Coco早餐 日报在他们的政治版A8版上 有一张照片 我把它照下来了 而且我把它po上脸书 为什么呢 因为柯正蒙于虎 市政不能开玩笑 连胜文阵营很厉害 他们做了一个文宣批评柯文哲 那是竞选 可是现在是农历的七月 在我们民俗上来讲 七月是鬼月 这个开放鬼门关的月 那他用的这个文宣 就是把柯文哲的脸 弄成了轻面的 好像鬼一样的脸 我不知道脸圣文的阵营 是怎么想的 连爷爷连奶奶 看到这个轻面的柯文哲的 你的脸圣文 这位连家的长公子 所做的文宣 在鬼月的时候 把人家的脸 做成了一张轻面的鬼脸 来批判人家的谈话 那昨天王建轩先生更了不起了 那今天如果国民党的所有的立委 都通过了这个监察委员的 这个提名的投票 那是更了不起 来啦 这个我们的七已经上线了 对不对 七 各位清聪 早上 早安 大家好 大家好 七月 刚才提到这个 我有最近 今天刚好 早上来看新闻 也有一些小感想 好像台湾关系 好像特别喜欢讲股价 我觉得这是不妥的 就像当时 这个所谓的F股 出一些问题的时候 台湾的财经管理说 拍胸脯保证 这个都是不妥的 我想你不能对个案做表态 我觉得不管是 你是央行总裁也好 或者说一个财经管理 你不宜对个案 第二个对指数 你搞的财经 这个财政部长搞的 好像股市分析师一样 这个要上一万点 九千五百点 怎样怎样 我觉得啦 这个都不妥 那你去严格关 说你关切很多的分析师 在电视上你不能讲指数 结果你自己在讲指数 就是不好了啦 不好示范 就是说就像我这一期 在《现场周刊》写的一个文章 我都说 大股东或经营者 一定要在乎股价 但是不能太在意股价 这有差别的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在乎股价 其实你想一件事情 你如果你是个大股东经营者 股价永远很低 人家不会太尊敬你的 就像我们过去十几年前 台湾有金元双雄 金元代工双雄 请问大家现在还有谁在谈双雄 没有就一雄 因为股价差太多 因为另外一雄去做新加坡人 所以就不叫一雄 就台积电 就不会把另外一雄拉上来 不会的 股价高低 比如说你一个经营者 你对社会上对你经营者的 所谓的那种尊敬的程度的高低 所以一定要在乎股价 股价高 表示你经营者的能力好 这很重要 太在意股价就不好 我要讲说 你注意看 台湾也有很奇怪 很好玩的现象 以前台湾做很多工会的理事长 什么工商 什么会理事长 股价都好低 你注意看以前 还有一个 那个理事长已经过世了 他的股价一直是五块钱股票 当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工会的理事长 然后后来那个公司也出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工会 一个会长跑掉 他们家是陈霞做理事长的 王家 大家也知道 所以你即使当理事长 你股价太低 你也受不到你的太大的尊敬 所以你大股东一定要在乎股价 但不要太在义股价 我觉得几年前 然后2010年有个面板的一个大股东 就刚好外资鞋的家公司 那家叫升华 其他说这个获利 因为iPay 2要出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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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股价不好 那大股东要告人家 那太在义了嘛 那后来回头去看他股价多少 其实这次 其实我有点小小的 错愕的说 我们当初某的董事长 他是世界级的经营者 在股东大会讲股价 我就觉得不太妥 他说他五六十块就开始买股票 他买一百零几块 他觉得在台积电看好 说我一直买股票 如果你看好他的公司营运 我长期持有 然后买进去 你不把价位讲得太明显 我觉得也许他没无心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 讲太多的股价 我觉得不太好 你看讲完股价之后 这个除完息之后 台积电就开始出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整理的压力嘛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这大股 所以我在看大家 各位听众在观察很多的 公司的股价 或趋势发展表 其实你要注意说 大股东 有时候可以讲说他看好 其实我常常觉得说 大股东不宜讲说 我长期看好 或者我觉得 如果他假如他的股价太便宜 通常股价都不便宜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所以这都是 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我们的投资市场 投资股市要特别注意 另外我想 我们进农历七月的 我想有个现象蛮有趣的 我就在这里 这个礼拜天去 这个车厂维修车子 发现来修路里面看车子 还不少 所以我就问 很多的销售师 说七月份来看车子 这个汽车的车子 还蛮多人的 他说现在的人 虽然七月农历 一些台湾的特殊的民俗 这个习俗 可是最近几年 其实农历七月的情况 没有想象中的差 这是跟以前不一样 那我去看 最近国际股市 国际里面出现几个新人 欧美股市 在出现回档 欧美股市里面像 一些汽车股 我最近看到 B&W 创历史新高 那个福特汽车 创历史新高 像那个同用 Toyota 这股价都非常强势的表现 尤其Toyota 现在市值冲上 2000亿美金 在全世界排完 大概第20名 这个过去比较少见 就是说最近几年 在汽车产业再起来 那我还有个特殊 就是说 现在很多车厂 它需要用车海战术 我们手机 有机海战术 车海战术 你看这个最近 那个这个 不管是宾市 不管是B&W 不管推出小车 或车子 样式非常多种 那过去比较少见 那你可以想想 它所用的 各种不同的汽车零组件 不同的汽车电子 我想 这个对台湾 其实是对很多的公司 是好处的 尤其最近几年 这个台湾的 所谓的汽车里面 做这个电子的配备 使用率越来越高 所以这些公司 我们公司现在就出了一本 汽车的这个 电子的总栏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但我在这一期才提到说 最近很多的调整很久了 像 过去我们提过地保维生 维生涨 肚子涨要十百多块 那时候的赛产感测器 这个已经太 其实平常讲已经不便宜了 回头去看 其实很多也很稳健 像过去台湾很多的 从PCB产业转型到 其实电子箱进棚 或者说切入很多的 它的所谓送风系统的 风扇系统像云山 那些慢慢 股价还很 不是整理很久 是相对低点 我觉得这些东西 反而是可以 大家可以注意的 另外还有一个趋势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亚洲股市 其实最近表现的 比想象中好 最近欧美股市 在挑战之中 你可以发现说 整理的大半年的 韩国股市 它最近已经 共上近一年多来新高 日本股市 大概也是一年来新高 最厉害的是 最强劲的应该是 香港的恒生指数 加加中国的股市指数 最近情况都非常好转 我应该这样讲 我们从国际股市的角度来讲 欧美都是在相对高点 当然这个高点 你不可否认 从历史来讲都是高点 像中国股市 或是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是历史的低点 那我有一个历史的法则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股市 股市这三十年来 逢武必变 这变是好的变 你看这第一次 其实中国股票 是从1990年开始的一个发展 所以它第一次 大了一个多头行情 从1995年到1997年 这是一个行情 第二次行情是 2005年到2008年 那是上阵子数从 1999年涨到6100点 那是刚好2005年 也就是说 当时上一轮的循环里面 国际股市从2003年之后 开始好转 中国股市延到2005年之后开始涨 而且是2005年那是 7月21号的一个人民预生值之后开始涨 这是我们2014年 其实回头去想 其实这个国际股市已经从2009年开始涨到现在 中国股市还在低点 我也 那这个调整 我觉得下一个情况 中国股市要特别注意 其实风物必变还有很重要的特殊因素 是说每一次中国的领导人换届 大部分都在2跟3 这次是0203 这个1213年 上次是0203年 都10年做两届 对 一次10年 当你新的人上任 一定是做政治的斗争也好 或者说调整也好 那这样这次习近平上来 当然是这个反贪扫抚 这个斗争做的动作非常的大 那之前是政治 当你一个政府忙于政治斗争的时候 你怎么有心理在经济呢 你位置都不保了 怎么可能顾到人民的位呢 不会嘛 慢慢的 这次你应该开始有心理转变 谢谢 拜拜